王爷 王爷 苏灿和贾许颜 竟然要来京城 那我们就来个 瓮中捉变 他们截了我们的黄金 抢了我们的军火 现在手里还拿着名册 一旦再有什么纰漏 我们将功亏一篑 先把以贾成仇为首的 那几个老顽固给我办了 和儿 去杀了护补侍郎李南海 把这本秘笈扔在他尸首旁 有了这个 皇上就不得不就范 王爷 真的是苏灿和贾许颜 杀了我姐姐萧晴吗 你难道不信我说的话 不敢 下去吧 养不熟的猫不要也罢 把壳儿变成死侍吧 是 苏大哥对姐姐一往情深 怎么可能杀姐姐呢 你还要攻退 王爷到底向我隐瞒了什么 养不 还要 你还要 也画了 еld 你不必要 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好 我们等了很长时间了 死了多少忠贤同僚 现在该我们出手了 李大人 我还有一事禀报 讲 据我所查 他在云南 浙江 四川 广东一带 强占百姓土地 化地为他个人名相 当地百姓叫苦连天 可又无可奈何呀 大清国土 容不得他这样胡作非为 谈何他 谈何他 对 对 谈何 特别 cordy 好 快 来 快 记住 明天还是这个时候 不告辞 李大人 你为何要刺杀李大人 是谁指使你刺杀李 他后脚就遭遇了不测 皇上 人证物证均已证实 甲绪炎谋反 要刺杀皇上 我想贾成仇也脱不了干系 恳请皇上将贾成仇革职收监 恳请皇上将贾成仇革职收监 那就依你们忙 皇上应令 甲绪炎谱 你和贾许颜刺杀皇上的英雄事迹 已经败露了 我劝你还是速速认罪吧 老夫无罪 何来认罪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敢诡辩 清者自卿 卓者自卓 老夫与小儿被奸人所害才沦落此地 我无话可说 但求皇上能查明真相 铲除奸当 还我大清廉政之气 你放心吧 贾大人 皇上是不会让忠臣冤死的 贾大人和贾许颜是不是谋反 皇上会彻底查清楚的 吾皇圣命 吾皇圣命 王爷 贾成仇拒不认罪 我们要不要找世纪除掉它 不可 为何 钓鱼在那儿没有鱼儿 王爷的意思是 想用它引出苏灿和贾许颜 没错 贾许颜和苏灿 现在还不知京城发生的事 你带兵去城门等候二人 只要他俩一进京城 杀掉贾许颜 是 来 都过来看看了 是 识字的自己看 不识字的 可听好了啊 通缉犯 贾许颜 难 驻防大将军 吾某反叛 刺杀朝廷大员 献缉拿该犯 协助破案者 朝廷必有重赏 听明白了吗 拉开 你瞧瞧啊 是大将军啊 肯定贪污受贿了 露馅了 活该 杀 这种人 杀得个干干净净的 对 杀得干干净净 八成是通缉我的 你把身上的银子都给我 如果不是通缉我呢 你也把身上的银子都给我 你这个人 沾上毛皮猴害惊 我把我给你得了 你我可不要 你身上的脆柔太多 换不了几两酒 我太出名了 低调点吧 哪儿来着个自信啊 撤 你 过来 撤 好 过去吧 站住 走 干嘛呢 过来 过去这儿 过去 甲兄 我是大将军甲雪 进城执行公务 来人呢 给我拿下 我就说了吗 别让你说 你看你偏说 真让你们要天下了 大胆 我是甲雪岩 主要的就是甲雪岩 甲兄 跟他们干吧 官兵是无辜的 不能挡 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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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追 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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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儿 大人 在城门口 守城官兵发现了 上前盘查 却由于武功不敌而言 让其逃走 大人 要不要上前追途 不需要了 我已下令封锁其他城门 我们只需要在这里 守株待兔 是 大人 神儿 来壶酒 大爷 好嘞 大爷 这可是好酒 一两银子 一两银子 找他用 怎么总是我给钱啊 好酒 喝点酒 好嘞 大爷 你确定你刚才看见告示上写的是谋反乱党啊 我这一路过来啊 就认识四个字 谋反乱党 绝对没看错 怎么会通缉我呢 来来来 再说 我爹是刑部尚书 这个事情是要通过刑部的 难道我爹他不知道 咱们在这儿想啊 想一夜也想不明白 这样 咱俩去京城看看不就知道了 四面城墙 官兵把守到处通缉我 京城不是你说进就能进的 你会飞吗 你会飞 我也会飞 咱俩飞进去不就得了 飞 城山案件射死你 你还以为你是蝴蝶啊 飞 真是 左也不是 右也不是 那怎么办 把我的戏服准备好啊 一会儿还要用呢 好嘞 抓紧赶路啊 咱们夜里还要赶到京城呢 爹爹 这样可好啊 谢谢 谢谢 来 走啊 谢谢 谢谢 来了 来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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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 多谢二位 管带着餐饭 我们上路了 这就要走了 再吃点 再吃点 吃饱了 好 来 消消意思 这 这 收下吧 这怎么好意思 收的 都不好意思 收下 行 那我就收下了 反正天涯有路可以再见吧 咱们四海之内接兄弟 后会有期 后会有期 行 后会有期 好 保住 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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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走啊 通缉我这件事情 一定是我搅和了他们的军火 所以他们死盯上我 我也不例外 他们一直追着我找名册呢 你说咱这一路走来的 我也不知道名册去哪儿了 为了这个获名册 我爹娘的姓名都搭进去了 就算他们不找我 我也得找他们去 你可别胡来啊 这可是京城 要不 还善照苏伯父说的那样 先找到我爹 然后再从长记忆 到时候名册的事情 就自然明了了 爹 爹 怎么我家里一个人都没有 家丁去哪儿了 不好 我爹他出事了 贾兄 赶紧走 谋犯乱党冲击犯 贾许言 贾许言 张大人 谋犯的证据确凿 你是要臣之子 又是立功的将军 我一定向皇上禀报 保你姓名 张大人 我是被奸人所害 这其中定有误会 走 快跟我回去 我若从了你 那就承认我是乱当 我不会跟你走的 不要再反抗了 会更麻烦的 张大人 我爹现在在何处 你放心 他挺好的 好你个头啊 此地不宜久留 撤 打枪 救命 去吧 上 上 好 你快走 你快走 大人 您看 追 追 徐言真是糊涂 抓到他 待他好一点 恩师的意思是说 敬贤做事有分寸 我真的没有看错你 走了 慢走 恩师 让开 让开 站住 大人 不急 慢慢来 是 甲兄 没事吧 没事 我想蒋伯父 他一定是被他们抓走了 不过那俩人是谁啊 刚才带兵抓我们的 是兵部侍郎赵敬贤 赵敬贤 旁边那个人比他还厉害 那是吏部尚书张鹤鞠 赵敬贤是张大人一手提拔起来的 这个赵敬贤是个消灭虎 不好对付 赵敬贤只是个小虫 背后还有个毒虫在指使他 现在只有一个人能将他降服 谁啊 皇上 走 咱进宫去 我说老大 皇上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嘛 你不见皇上 怎么救你爹啊 不救你爹 那我爹交给我的事怎么办 走吧 不是 走 这个 这什么这 天都快黑了 找个地方溜进去 快 走 走 你提供我干什么 张鹤鞠大人已经调兵到菜市口了 什么事 惊动张大人 一个女杀手 受家居 这么多人 废话 这是皇宫 里边后位更多 女的 女的 但是名字不像杀手 叫什么名字 叫可儿 可儿 听到了吗 他说可儿 可儿 怎么哪都有他呀 无限我 走 趁他们交班我们混进去 我就是貌似也要见到皇上 说明一切为我洗清冤情 那皇宫我不进了啊 我去菜市口救可儿 阿桑 阿桑 这一定又是一个局 有可儿的地方少不了有诱骗 你吃过亏 咱们不能再轻举妄动的 我不管了 反正我要救可儿 阿桑 王爷肯定知道 你过去和萧青有情谊 所以特意找了一个 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来诱骗你 你还不明白吗 我断定这里肯定有一个人 不阴谋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 我管他阴谋不阴谋的 反正我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救可儿 他会害死我们的 你没发现 他跟萧青长得特别像吗 我怀疑 这个可儿是萧青的妹妹 所以找到可儿 就能找到萧青了 我先走了 别别别 阿桑阿桑 你怎么办 你说你长得一身乞丐样 还是个情种 你早晚死在女人身上 出现就好 不容易 出现了 这你咋回来 你咋回来 就你咋回来 那我自己咋回来 这你咋回来 是不是 手上你咋回 我吃饭了 你咋回来 这有酸 是 那咋回来 这有酸 祖三 不要冲动 看看是什么情况 才行动 我不管 我一定要把可儿给救出来 大人 贾许颜来了 把她围起来 是 把叛党贾许颜围起来 把叛党贾许颜给我拿下 容易反抗 格杀勿论 赵敬贤 我不是叛党 我要面见皇上 恐怕皇上不想见你 你和你爹谋反 皇上已经下旨 将你爹格职收监了 现在命我钦拿于你 你有什么证据说我是叛党 你知道里南海大人 截获了你的谋反证据 所以派刺客去拿回证据 并指使刺客 将里南海大人杀害 现在人证物证俱灾 岂能容你抵赖 财赖陷害 一派狐言 少废话 我拿下 苏灿 快 我们一起冲出去 要走 带可儿一心刀 我们现在自身难保了 我野狐 你先走 不行 要是一心死 要是一心刀 我不走 老子有王爷保护着 死不了 你可就另当别论了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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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猪苏赛 火猪苏赛 别动 火猪苏赛 火猪苏鸢 煮却 火猪苏的走 是木头 柯成山 抽水 浑鹰 好 看 赵俊贤 老子要见皇上 不可能 可不可能 由不得你说了算 好啊 那就让我看看 你有什么能耐 这牢房挺好的 爷我不打算出去 别走啊 陪爷玩玩 当了这么多年兵 不想出牢房的犯人 还是头一回见 可不是啊 天天这么喝酒回来玩 谁受得了啊 就是啊 来 给老子开门 老子出去 别动 开个门都那么费劲 来来来 都陪爷玩 好 兄弟们 出来喝酒 喝酒 走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 走走走 来 走走走走 走出来 走出来 走走走 走走走走 喝酒喝酒 真行 来来来来 来来来 真偷走 真偷走 不让我见皇上 我还不走了 不是 兄弟 谢谢你 来 喝酒 喝酒 诗涵 大人 喜欢苏三文 好 不喜欢 那我把它变得让你喜欢好不好 哎 好嘞 来来来来 哎呀 这儿多好玩啊 痛快 哎 这里多好玩啊 有本事杀了我啊 来 给你 干了啊 大人 苏三弹到楼房 将别人放出来喝酒赌博 阳言说要见面到皇上 却不出去 知道了 再去盯着他 是 参见皇上 赵敬贤 将苏三抓到刑部大牢了 皇上 太后了 朕要亲自审门哪 你去带他来见朕 见到他 贾家父子谋反的事情 就自然水落石出了 喳 您怎么来了 您怎么来了 皇上 要亲自审问苏菜 啊 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去准备 是是是是 我 怦 还这 里面 说stroday 你 不 不 小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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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啥 赵敬贤 怎么样 你赢了 皇上说要见你 我告诉你 赵敬贤 我从来就没输过 皇上还说 让可儿跟你一块儿去 让你俩叙叙旧 可儿 可儿 他说的是真的吗 啊 可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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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山 大人 人已经死了 什么 死了 是 被赵大人带到刑部提示房了 知道了 大人慢走 你怎么看的人 这两个人都看不住吗 赵大人 陪大人 苏灿怎么突然死了 是这样的 苏灿在刑房哭着喊着闹着要见皇上 我说她既然跟可儿认识 就让可儿进来安稳一下她的情绪 俩人叙叙旧 可没想到 这可儿和她打起来了 可儿对她湿了毒 苏灿一生气 一下把可儿给打死了 现在苏灿中毒很深 就算醒了 也是个废人 中毒 那大人现在打算怎么办 既然都这样了 要是苏灿醒不了 就把他俩一起埋了 以后有个伴 好吧 我速去回禀皇上 先走一步 大人慢走 搬走 别出声 说 苏灿呢 苏灿呢 我よう 我还能够 走 走 家许人 周锦贤 这是哪儿啊 这是让你升官进决的地方 柯儿 柯儿 你把他怎么了 我没办法怎么样 我是为了救你和柯儿 给你们两个吃了龟西碗 这个龟西碗可以让你们暂时失去气息 看起来就像死人一样 你这个卑鄙小人 柯儿 你是赵庆贤的人 我控制了他的心智 变成了死士 俗称杀手 赵静贤 你真是个卑鄙无耻的混蛋 苏参 你在同情他 关心他的时候 我劝你要多为自己想一想 你真是个卑鄙 这样吧 我给你两条路 第一条 交出名策 我保你升官发财 第二条 你拒不交代 我会把你变成 和可儿一样的杀手 赵静贤 你看着我很傻吗 赵静贤 我要是把名错交给你 我就看不着你的狗头落地了 看我狗头落地 恐怕会让你很失望的 我可以等 我可以等你命长不长可由不得你 不交出名策 你的命再长也没有用 好 这样 我可以把名策交给你 只要我见到皇上 我就把名策的下落告诉你 怎么样 恐怕你再也见不到狗皇帝了 皇上以为你死了 世上再无苏灿之人 你就再无名策之事了 是吗 那你为什么瞒着你主子来救我呢 我再问你一遍 说还是不说 你猜 好 那我就会让名策烂在你的脑袋里 你敢吗 我要控制你的心智 把你变成死侍 像可儿一样 然后 让你去刺杀大清的忠良之臣 给你 贾许颜 苏灿 贾许颜 我知道你们兄弟情深 一路跟过来不容易呀 赵敬贤 你把苏灿怎么了 今天我就让你看看 什么是兄弟情 苏灿 颇儿 活捉贾许颜 赵敬贤 你对他们做了什么 你猜 贾许颜 好戏开始了 你要集中精神 好好和你兄弟王 好戏 好戏 有 走 苏三 是我 贾许元 阿灿 你怎么了 赵金贤 你不会有好下场的 好戏呀 好戏呀 真好啊 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 为什么把我捆起来 放我出去 你们快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呀 你们为什么抓我 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呀 好了 赵金贤 你把我兄弟怎么了 赵金贤 你给我滚出来 赵金贤 你个王八蛋 滚出来 你躲哪儿了赵金贤 赵金贤 你把我兄弟怎么了赵金贤 赵金贤 你给我滚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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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金贤 你给我滚出来 赵金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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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瘋的 赵金贤 你给我滚出来 赵金贤 赵金贤 尽活动 也不пов 放了 赵金贤 尽不安 赵金贤 赵金贤 给我打死他 大人 来 王爷 好 有了贾许言的认罪书 看谁还敢替贾家父子昭雪 但凡替他谏言之人 都可当成他的同党论处 王爷英明 撬开张鹤鞠的嘴 问出皇家金库的藏匿地点 是 知道该怎么做吗 属下明白 王爷 苏灿怎么办 要不要 杀了他 绝不可杀他 你既把他变成死士 就要善加利用 他会是我的秘密王牌 是 你们几个听令 抓捕张鹤鞠 是 王爷 他会被判断 他会被判断 反正是 他会被判断 很可惯 他会被判断 是 人的 会被判断 他会被判断 在眼睪 他会被判断 是 他人很独立 我完全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自己好好想想 大人 大人 这老东西嘴还挺硬的 大蛇叫大七寸 大人您的意思是 这老不死的不是还有个孙女吗 umm 你这样的朋友 有点吧 糟糕 你又您是 你都没有 老啊 快点啊 小姐 别跑了 小姐 我求求你了 小姐 你别跑了 小姐 慢点 小姐 你别跑了 我求求你了 我求求你了 别跑了 我跑 小姐 你干什么 你放开他 来人哪 救命啊 来人哪 小姐 小姐 来人哪 救命啊 来人哪 救命啊 小姐 小姐 来人哪 张大人 张大人 这个看着眼熟吗 这是我 狗东西 你把我孙女怎么了 你把我孙女怎么样了 我 我没有把你孙女怎么样啊 是苏灿 是她把你孙女送上天了 狗东西 我就是 我就是 我就是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没想到张大人为了保护金库 可以将生死置之度外 可见张大人 对皇上是多么地忠心耿耿啊 可惜了 皇上保护不了张大人 也保护不了你的家人 狗东西 你有本事对我 有本事从我来啊 张大人 你 我和你两条路 我和你荣华富贵 第二条 我把你送到天上 和你的孙女和家人 一起团聚 你要是不把金库的地址告诉我 我会让苏灿把你的家人 一天杀一个 有本事从我来 你 你傻呀 我倒要看看 你对皇上到底有多重心 呸 和李博内 宋泽 给我打死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挥狗 是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西海 看看 明白大人 鸡 走 金子呢 金子呢 苏三 金子呢 是不是你干的 苏三 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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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三 别想犯 大人 我怎么看到小苏三 这别人也没那么大本事啊 是吗 要小苏三 clor euros 好 哇 啊 我 停 停 过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苏三却没有任何反应 再试他 试大人 我继续试下去 苏三 去跟贾续员说 将他带到贾成仇的监牢里 让他们父子再见最后一面 主席 你 八 苏参 你来了 苏参 你怎么了 你快醒醒啊 那狗官给你下了什么药 他把你怎么了 你们是兄弟 你打我 你 颜儿 颜儿 真是你啊 爹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爹 爹 害儿不孝 让你受苦了 发生什么事了 爹 他就是苏参 苏参 你个畜生 你个畜生 我打死你 畜生 我爹 我打死你 谁干的 我打死你 我打死你 打死你 我畜生 你个畜生 爹 爹 我爹 我打死你 畜生 他现在跟那帮奸臣为伍 别再管他了 打我儿子 放手 苏参 放开我儿子 爹 你放开我儿子 你个畜生 放开我儿子 你个畜生 放开我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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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个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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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个秘密的地方 把他们杀了 是 是 快走 苏灿 这小子是真傻还是假傻 继续考验他 大人 您放心 苏灿这小子 绝对逃不了咱们的手掌心 大人 我听说五后阳这个人 不可不放啊 他最近好像一直 偷偷盯着咱们 你看着办吧 是 大人 走 走 这么久啊 这活人应该死了吧 阁荒是个死人啊 就是啊 谁会傻到来买一具死尸呢 请 走 我们走 大人 苏灿没有任何营救贾许元和贾成仇的迹象 看来还真不是苏灿干的 大人 要不是苏灿干的 会是谁呢 大人 灭汗 欢迎调查 大人 小路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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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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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吏部上述武大人 近来可好啊 大人 您不知道 他们家家里天孙 扔到得很哪 热闹 好 这热闹完了 就该安静了 安安静静 您说可好啊 好好好 大人 好好好 来来来 看看 夜晚风大 小心着凉啊 是 是 你是谁 你想干什么 好 大人 我亲眼所见 这素菜杀了我后羊 那眼睛连渣都没长一下 看来出卖我的人 不是素菜 土地庙再无人知道 大人 难道是吴侯阳 不会 吴侯阳一直在查我 但他绝对不会知道金库的地址 是 会是谁呢 我们内部 一定有内鬼 大人 难道是 死士 按现在的情况看 这个素菜那肯定不可能了 不管是谁 一定要查个水落石柱 大人您放心 报告大人 我捡到了这个 这什么 金牌 是我上茅房时 从死士身上掉落的 快出来 老子拉裤子下来 快快快 给我带来逐个审问 是 是谁出门了 请不吝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王爷 大人 苏散不见了 什么意思 大人 苏散给您留了封信 赵大人 多日来承蒙款待 其实当日我拨拿贾将军之事 贾将军无意的一掌 将你控制我用的三根破针 给震了出去 你被赵金钱用这毒针控制了 这个狗官 用这么卑鄙的手段来对付我 跟我走 等等 你还想干什么 既来之则安置 这样待会 我继续撞风卖杀 救出贾伯府 将诬陷我的人 一网大剑 好 那你拿下我取得他们的信任 贾兄 就这样 我和贾将军决定继续陪你们演戏去 当你在牢里逼贾将军时 当你在牢里逼供贾将军时 信的内容呢 最好的东西 要数这一箱子归西完了 它不仅救了我和可儿的命 我还用它 救了所有你想杀死的人 张和居大人 武咒 武咒 苏参 请张大人 张路 张大人的孙女 则 子 啊 贾将军父子 然后我找时机 将丐帮递进才能消息 让他们在外面持久 赵大人 不用猜了 黄金当然已出了反正 迷烟事我不知让人放大 我们一晕倒 在小庙等候多时的改邦兄弟 就冲了几个兄弟们 有事 帮主 帮主 兄弟们 等麻烦点 长河区怎么样 放心吧 帮主 都已经安排在安全的地方上了 这个王八蛋 阴险奖诈 这毒药的时间可能不长 让兄弟们赶紧抓紧 行 放心吧 兄弟们 手脚都麻烦点啊 对了 你们赶紧把这些黄金都搬完就撤 好 行 知道了 对了 对了 还有五头羊 我从他身上 拿了一块可以面见皇上用的金牌 放在了一个死士身上 不知道你发现了没有 你该不会把他当成内奸给杀了 赵俊贤 你这头蠢柱 王爷 属下是指 属下一定 把苏灿抓回来 全城秘密搜捕 把同保皇宫所有的地方派人看守 见苏灿等人 杀 是 来 皇上 皇上 兄弟 皇上 皇上 感谢苏少侠救命之恩 不用谢我 苏少侠 要谢啊 就谢这帮兄弟们 要不是他们在暗中救人 有十个我也救不了你们 是 是 韩萱的话留在后边再说 苏灿 你爹留给你的名册呢 压根就没有什么名册 要有名册也让我爹给烧了 我爹临死之前 就让我来京城找你 这没有名册 我们就没有胜算啊 目前我们当务之急 就是去见皇上说明真相啊 绝对不行 等你们还没见到皇上 早已经被他们 对对对 少侠说得对 咱们哪不能猛撞行事 我觉得咱们应该 思考一个万全之策才好啊 这样 你们安心养伤 后边的事交给我了 你放心吧 甲雪岩呢 隔壁屋养伤的 那你们先歇着 我去看看 好 帮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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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打呀 你不也真打我吗 闷死我呀 小肚鸡肠 你去他们的窝点摸得怎么样 摸得已经差不多了 那接下来我们可怎么办 这个嘛 我想了想 我决定为你报仇 以奇人之道还至奇人之身 是 搜 是 报告大人 没有人 大人 大人 有人送来一本武功秘籍 说让你仔细查看 我乃是文官 看什么武功秘籍啊 退下吧 喳 天卫大人 包子来了 您慢用啊 这怎么回事 这 这我也不知道啊大人 下去吧 这苏灿好大的胆子啊 张兄 你我二人立功的机会来了 王兄的意思是 这苏灿凭他再大的胆子 他也不敢戏耍皇上啊 哦 依我看哪 他十有八九 是知道黄金的下落 我们只要把这个消息 告诉给皇上 这不就间接帮皇上 找回黄金了吗 皇兄 高见哪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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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所有文武百官都到 这个苏三哪 约皇上三日后 在郊外图离庙间 还要把黄金亲手下给皇上 想见皇上 所梦啊 可儿 一门尸海去堵截 八王密集的人 查哪位大臣收到 逐一收获 是 是 当然 赵经贤一定会阻止皇上见我们 你还记不记得 我们是怎么骗过赵经贤的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大战在即 你可不能装病啊 我怎么觉得你现在说话 那么不中听呢 我是装病吗 我在养精蓄锐 我们不能打没有把握的仗 我要通知郑昆 让他带兵助我们一臂之力 你现在可是朝廷侵犯 私自带兵可是要杀头的 管不了那么多了 你说我们怎么才能见到皇上呢 把咱的消息告诉皇上 现在皇上身边 一定有赵经贤的眼线 要想把我们的计划告知皇上 恐怕只能铤而走险了 你这是要夜宠皇宫啊 我想到一个人 可能只有他才能帮我们 陪大人 你们不是死了吗 我们没有死 我们没有死 不但我们没有死 我爹 张河菊大人 武侯杨大人 都还活着 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被赵敬贤 那个狗官所陷害 赵敬贤 求裴大人帮助我们 把这封信交给皇上 好 裴良 朕不便出宫 你就替朕赴约吧 务必办好此事 有人阻挡 格杀无论 喳 王爷让我过来告诉你个好消息 皇上没有赴约的打算 并且委派胡大人 前去抓捕散播苏灿死而复生的 造谣之人 天助我爷 苏灿 我让你有去无回 苏灿真把这黄金保下来了 怕真怕自己酿成大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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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觉得很奇怪 我怎么没有死 苏灿 好戏啊 不过就凭你们吉哥 我劝你们还是乖乖地投降吧 要不我会让你们 死得很难看 脾气倒是不小啊 要不爷陪你玩玩 生日到 驾 贵廳宣读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罪臣赵敬贤 残杀朝廷要臣偷盗皇家金库 证据确凿 命贾许言缉拿赵敬贤 贾许言苏灿护皇金有功 回宫尽封 钦此 遵旨 匝费 不 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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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蛇 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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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好 赵金贤 这就是谋反叛乱的下场 可儿呢 死 这就是谋反叛乱的下场 那几乎是我盖帮的损失 行了 别喝了 跟我走吧 去哪儿啊 皇上要见你 见我吗 皇上想要册封你 谢了 我自由过了 可儿 苏萨 你去哪儿啊 找可儿 十海 王爷 我们是不是又输了 我们不会输的 我们有可儿在 是绝对不会输的 对 我们还没到输的时候 可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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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 后来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